刚才呢 给大家讲的是一个隐私内链接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写字内链接 写字内链接的话 它是 怎么样去写的 他怎么样去表的 隐碰 表 表1 英勒 就会还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表啊 on on 连接条件吧 这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我们呢 也来给大家试 做一下 inner 上面的inner 是可以 关键字是可以省略的 我们直接再来给大家试解一下 slate slate thing form enp 取一个别名 11 inner troy dpt 还是拿这个题吧 dpt d1 oh 条件 11的dpt number 等于d1的dpt number 对吧 好 这个直接查询 还是上面一样的结果吧 对吧 就是一个写 一个是 通过隐私内链接 一个是通过写字内链接 写字内链接的话 就是直接写了 inner joy 就是这样的一个语法 能不能理解 这个能不能理解 好 这个 检查 inner inner 关键字可以省略 可以省略 省略 对吧 好 就是 下一个 逻辑 内链接是用的非常多了 希望大家这一款 要能够搞明白 这个 讲完了之后呢 再来给大家讲一下 下一个内容 下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外链接 刚才讲内链接 现在讲外链接 外链接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外链接没有印象 不是我叫的 不是我叫的 左外链接 然后还有一个右外链接 右外链接 是不是还有一个四外链接 室内链接 啊 没有是那链接 四外链接啊 Lift Alt Joy LiftAlt 然后呢这个是什么 Right Alt Joy 是这样写吧 Alt关键字是可以省略的 Alt关键字可以省略 关键字可以省略 那我们来给他是查询一下 他查询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一个意思啊 如果是左外链接他传出什么意思啊 左表 所有的记录吧 然后呢 如果 右表 没有对应记录 就 显示 空吧 然后这个 右外链接 是 右表中的 所有记录 如果 左表 没有对应记录 就 显示 空 是不是这样一个国家 对吧 那我们来查询一下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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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t e left out join 再写一个什么东西 dpt dpt d1 然后 条件 1 11的dpt number 等于 d1的dpt number 现在查询出来是哪张表里面所有的记录啊 哪张表里面的记录啊 查询一下 是不是左边这张表里面的所有记录都写出来啊 但是这里面 右边 所有的记录都对应上所以右边没有显示空对不对 好这个问题 要去证券的演示的话我们去给 我去给 左表 插入一条 没有后门的员工信息 隐色的隐处 啊怎么写啊 emp 我去插入两个字了 emp number 还有一个是ename values values里面写什么东西呢 首先要有一个编号 9527 然后呢 ename去给他写一个 画案 对吧 提交一下 commit 提交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这个时候呢 哎大家就看到了 就是左表里面所有的记录都采用出来了 如果 没有对应的部门信息 如果没有对应的部门信息 就显示为空吧 对不对 这个能不能对你讲 现在总共是15条记录吧 对吧 然后这个 左外连接就给大家是讲 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右外连接 select sig from eap 还是e 然后呢就是把left改成这个right out join 然后dpt 然后d1 然后on条件 11的dpt dpt number 等于d1的dpt number dpt number 好 消他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选择 哎 自己一下 自己出来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是不是所有的部门都显示出来 我们有一个部门是没有对应员工的 还记得是哪个部门吗 然后我们查询一下 在这里面就有一个40号部门是没有员工的 那 这 呃就是我们右边这张表里面的所有的部门都会列出来 如果没有对应的员工呢 他就是 显示为空 我们给大家查询一下 查询出来的结果大家可以看到 应用表里面的所有记录都显得出来吧 没有如果这个部门没有对应的员工的 他就显示为空 这个能不能搞明白 好这个可以 搞明白了没有 左外连接和右外连接 啊搞明白了是吧 好这个搞明白了 那 我们来再来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 Oracle中的 Oracle中的 外连接 Oracle中的外连接啊 是怎么个意思呢 他实际上是在我们前面 实际上在我们是在前面的基础上 做了一个事情 就比方说 我拿一条这个语句来做一个例子 就是 他在这上面啊 去做了一个 区别 这个语法 很诡异 那比方说 如果啊 如果 你想 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如果你想做一个 类似于我们上面的这个 左外连接 怎样一个效果 左外连接的一个效果是 左面这张表里面 所有的记录都要写出来吧 如果没有对应的记录 我们是不是就显示空子啊 那这里面呢 如果是Oracle中的一个写法 他就是 写一个符号 里面写一个加号 如果 比方说 如果这个什么 员工表里面的 没有这个 对应的一个部门 就在他的基础上 哎 如果你这里面没有对应的部门 那我要显示 那我就是给你 写上一个加号 这个出来的结果是怎样的呢 我来给他 插 演示一下 直接一查询 插的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可以看 首先 员工表的信息都写出来了没有 都写出来了吧 最后就该解写了 员工表里面的信息都写出来了 就是 如果啊 这个部门表里面没有对应的一个记录 就在他屁股上去加一个加号 这个加号加的是什么东西 加的是空吧 这能不能理解 好 这个是加号 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如果 没有对应的 对应的记录 就 呃 加上 空子吧 加上空子 好 这个搞明白了没有 这个搞明白了没有 那如果我要解释 我要解释 上面的这个右外连接的这个结果呢 这个加果是这个加号加在水数上 就是 现在这种情况下 右 右外连接是吧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整理一下吧 这是 类似于 这种写法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上面这个左外连接 左外连接的话就是 如果没有对应的部门 我就给你加 加 在部门表上去加一个加号 加的是空子 那如果我们要解释 这种右外连接呢 写在水数上了 是谁 谁去加空子啊 我们是写个11 然后在dpt 11不要后面条件 是 11的dpt number 如果我们直接这样写的话 它是一个内连接吧 内连接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呢 就是 我想把这个部门 部门表里面的所有数据都显示出来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对应的这个员工 员工信息 那我就给你加空子 加在全世界上 它在这边吧 好 这个直接加在这边就可以了 实际上在Oracle 这种写法 它没有左 左外连接和右外连接的一个 说法 就是 哎 你想 把谁的记录显示出来 没有对应记录的话 你就给它加一个账号 能不能搞明白 这个搞明白了没有 没有 哪里没有明白 这个加号是吧 加号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哪里一个主要 比方说 这个11的dpt number 我们要将 员工 我们要将员工表里的 所有信息都列出来 如果没有对应的部门 那咋办 我们就给它加一个加号 加工资 能不能搞明白 来查询一下 查询一下 现在就是 如果这一条记录啊 员工表里的记录 跟部门表里面 没有对应记录的话 我就加工资 下面是不是都是有对应记录的 下面都是有对应记录的 这块要好好理解一下 你们能不能搞明白 谢谢大家